好 剛剛聽到氣象局的最新提醒 今天在中南部還是有可能比較劇烈的降雨 而接下來呢 禮拜四跟禮拜五整個西半部 都要特別小心 好 關心完天氣 大家也關心這個高通膨時代 之前大家所緊張的淡荒 接下來可能再有類似的問題嗎 好 整個來看看現在農業部闢謠 根本沒有 這是所謂的假訊息 到底怎麼樣傳出 昨天一度有這個訊息傳出 天氣真的太熱了 那麼機支現在淘汰 還要換羽毛 導致天氣熱 他們吃不下 雞蛋的產量也受到影響 因此未來很可能呢 在接下來幾週 淡價也要跟著漲 但是今天相關的說法呢 被這個農業部給打臉 現在最新的情形 市場經過調查 每天的產量 還是超過了兩千兩百六十萬顆 簡單來說呢 大家一天吃一顆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而相關的倉儲呢 如果臨時這個供需有波動的話 這個倉庫的庫存 還有六千萬顆 隨時來供應 是沒有問題的 因此現在產地價呢 明明過去已經兩度來調降 單位價格已經下賬五元 接下來要調漲也不太可能 因此呢 就連雞蛋工會也跳出來說話了 說暑假剛好天氣熱 明明也是消費的淡季 大家對於雞蛋的需求 沒有這麼高 而現在呢 彈量也非常的均衡 他們沒有要開會 也沒有考慮要調漲 因此這個假消息 讓大家不用再擔心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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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 好可憐